大家好,我是大师兄,欢迎收看我的投资加密货币频道 今天我们会做一个现时的示范,如何去claim一些空投了的币 今天主要的题材就是关于这个宇宙币的区块链 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去这个网站 就是cosmosairdrops.io 在左手栏这里就去claimable这个键 就会到我现在看到这个页面 首先它已经说有些是可以claim的了 这里写claim here的那些基本上都已经open了 我们现在就选择其中一个去claim 一个就是experimental,就是3月份的时候就已经claim了 claim了那些allocation 但是现在到现时才可以claim那个币 3月份的时候,你要在那个置止期的时候 就要claim了allocation 但是是到现时才有那个MNTL这个币给你去claim 如果你有claim币的话,即是我们的cosmos 的blockchain的wallet 基本上它就会已经制造了一个 experimental的wallet的区块链的地址给你了 那么你按下去这个experimental 在cosmosairdrops的页面 按claim here 就会带你去到这个页面 就是experimental的页面 第1个步骤就是connect wallet 按这个按键 那你connect完之后 它就会基本上就会查 你那个空头币的allocation 那我已经登录了 证明了我现在有一部分的币 我去claim,我就按claim initial claim mission1 按claim 那我们就要去容许它那个交易 那你容许完之后呢,它就会有几秒 那应该claim了空头币的了 好了,那接着你看到mission number1已经是完成了 那第二个mission呢 就是要看一下我们的空头币 还有什么要claim 那我们就去这个上面这里 那去到statedrops呢 其实你已经claim过了 那你就connect回你那个capital wallet 它就告诉你有多少mental Luna里面有9.8个mental 我们实际上都没拿到币到手 那我们就check eligibility 那我们就connect capital wallet 那他就说我总共有29个mental 应该这个staking那些是不可能即时claim的 我记得好像我以前读过的white paper 就是说,按下airdrop 但是有几个项目的 一个是staking,一个是LP 就是做浪性核矿 就是在池那里,equidity 一个就是用Astimanto本身的NFT平台 另一个就是曾经用过open sea做NFT交易的 你都可以有资格,有空头的 那我第二个就是这个LP pool 那这个流动性滑矿那里 我就有750个 那我就按claim 我记得是可以即时claim的 但是staking那些就是分开的 分开一段段claim的 那这里有些条件 那你就要基本上 就先描过它 那些条件啊,限制啊,accept了它 那你就claim了那个 刚才第一个步骤 那第二个步骤,你就可以stake 币在它的平台 那我们应该呢,其实呢 我们暂时,如果不是很等钱 就应该尝试一下去贡献一下这个生态圈 那就stake MNTL 的币在这个平台 那有什么好处呢? 那就是可以收下息 那那个利率呢 就稍后就会显露出来的了 那我现在就下来 那这里看到了全部的validata 那为什么validata呢? 那你在这个column呢 那这一行呢 就看到它有多少个eskimental 在这个validata note里面staking 那这个column呢 就告诉你它提成佣金 那这个呢 0,2,5,10 那你通常呢 就选一个不要太过低的 就是不要太过高的 太过高的 100%就太高了 那你就不要被它斩了颈血的 那就选一个0的或者接近0的 那我呢 那我就会 那我呢 现在就看一下 那些validata 看看有什么顺眼的 那我呢 就 我呢 就 它就会送一些它的空投币给你 那这个就是好处了 所以虽然它收了5%的提成 但是它其实呢 有空投很多币给我的 那 那 其实那条数呢 都很耐用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就 delegate 给Citadel 1 那这里呢 就告诉我 我有254个Mental 那我呢 就 那 staking呢 留一些零头 因为不知道要不要用 gas fee 因为我第一次用这个Mental 这个平台 那我不知道它是用Mental的币来做 gas fee 或者是用ATOM 所以我呢 就宁愿 就 少点 零头 都不要说没有 gas fee 去claim 或者 移动那些币 入或者出去这个 这个钱包 那我就按 原来呢 是真的 它有 低 费用 中等费用 和高费用 那我们呢 就选择Low 那我们就 转了个硅去20万硅 那 按 确认吧 看过不过 应该就过的 因为这个小区块链嘛 那 跟它打个折先 在那些 gas fee 那 那它又 通过了 我们就看到 有时 哦 对了 你看到 Vesting 等着这一分 就是那29个Mental 就是我之前 在staking 在osmosis 在terra 在其他cosmosis 生态圈里面的各种 币 但是 这个Vesting 它是 没 是 链住的 它还没 release 给我的 但是呢 我这个entitlement 我的allocation 已经是claim了 但是呢 我LP pool里面 那254个Mental 就已经claim了 那我就 已经stake了这个币 如果呢 有时呢 另一个trick就是 更新的页面 那些资料才更新 因为有时呢 你做完区块链的交易 呢 但是呢 那个页面 没有更新 所以你仍然在看 旧的资料 你看到 我已经stake了254个Mental 在这个平台 用这个validator 那其实你看看 我已经每一秒都已经增加 Mental 你看我 我刚刚才stake完了 但是也有几个零头的Mental 每一分钟 每一秒都在 都在免费币的收息 所以呢 这个 为什么区块链这么好呢 就是这样了 这里呢 他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有一部分 的Mental 是可以动的 这个vesting schedule 说呢 那29个Mental 其实是 4月19号 就应该unlock了 所以我不是很清楚 为什么会 还是锁住 但很明显 他只是给我 75个Mental 在这个vesting pool里面 其实呢 原来我还有一些Mental 在这个 刚才他没有放给我 现在他才放给我 那我呢 还有75个Mental 那我75个Mental 我都是 stake 过去 反正都不争了 那 又用回刚才那条 大师兄那条 25万 贵 给他20万 那 又做到一次 gast fee 虽然又不是很多 几个零头 但是呢 又要做两次 真是很厉害 现在呢 看到呢 我还有0.077个Mental 在这里 做一下一些 就是 例如 claim reward 它是按次计的 所以呢 你就不要常常claim 除非你的金额很大 不然呢 你可以等 一两个星期才claim一次 或者甚至乎 如果你那个 投币 那个 投币 那个 数目 不是大 你可以 数个星期 或者一个月 claim一次都可以 只不过 你自己 教一个提示 提示 提示 别忘了自己有的币 其实是存在这个平台里面的 那 这个呢 就是Mental Airdrop 那个 示范 完毕了 那么呢 就 记得 如果你 离开一个平台 最好 就 sign out 你的币 这个呢 就是 其中一个示范 如何去claim 一个token 第三样要做呢 就是 做这个 投票 其实呢 你做些投票呢 做些公投呢 都是好的 因为呢 你是可以 发表你的意愿 还有 如果呢 将来呢 你有投票呢 如果有些Airdrop呢 它是 拍照的 然后呢 如果你没有投票呢 是没有Airdrop的 所以呢 我建议大家 一定要每一个方案 都尽量每个星期 进来查一下 在osmosis 在capital water 里面 你拥有的币呢 全部都要查 每个星期至少查一次 因为呢 通常呢 它那个方案呢 通常是开 只是开几天而已 可能5日至7日 左右 所以大概一个星期查一次 一次 一次就全部做完 那就可以了 那你就看到了 其实呢 这个proposal呢 最新的proposal 216号呢 我呢 其实是已经 投了票了 因为你看到 我有fulted yes 我是up to date的了 但是呢 你们呢 如果未投呢 你就要 尽快进去投吧 assetmental呢 现在呢 就是一个新的链来的 那这个呢 就搞定了 200 那这个第四项呢 LP pool呢 暂时assetmental 还未开 我相信未来这几个月呢 就会开这个liquidity pool的了 就是这个流动性滑矿池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将两个加密货币呢 就按一五十五十的比率呢 就放进去这个池里面 那就方便人家 那些投资者呢 或者在生态圈里面的人呢 去互相换回 譬如由A币转到B币 或者由B币转到A币呢 那你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你赚取那个 一来呢 他就会有一个很高的收益 二来呢 你赚取一部分的交易费用 还有他换回的差价 那些领头的收入费 所以呢 其实你 参与在一个挖矿池里面呢 其实你就是那个换回的那个桩 你在一个小的桩 加在一个大池里面 那你收到的收益呢 就是那个池的 你占有那个池的百分比 所以呢 但是这个liquidity pool mining 其实他也有个风险 就叫做无常损失 英文叫做impermanent loss 那有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个风险 就是譬如如果A币不停地升 而B币就不停地跌 这个池率 那变了很多时候就是 很多人就把那个弱的币转到强的币 那变了池的五十五十的比率 而是会很严重 很严重 打击的平衡 那变了不是50五十 那变了很多B币 弱的币 架的币 但是很少A的币 就是很强的币 那变了你这个池变了很多B的币 但是很少A的币 那你就有个问题 就是你有损失了 因为如果汇率不一变是对你最有利的 但如果B币跌,A币升得很厉害,那其实你有一个无常的损失 所以今天的教学就到此为止 欢迎大家,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你点赞,订阅,分享,和点赞 希望Satoshi与你们同在,下一集我会再更新说关于DeFi的东西 以及其他的交易的操作,如何用期权,如何做交易,如何做技术分析 如何做Yield Farming,就是流动性挖矿,种种技巧的 欢迎订阅,青山不改,鹿水长流,我们后会有期 先这样,拜拜